看看新闻榜 她眼中的上海时装周 上海时装周十周年的开幕红毯 星光翼翼 其中一个帅气个性的身影 格外引人注意 左右时尚 时尚我左右 大家好 我是刘丽阳 先让我们把时光倒转 停留在活动开始前两个小时 刘丽阳正在下榻的酒店 做最后的梳妆准备 我们见到她的时候 还是一身私服装版 因为平时我如果私下 没有任何工作的时候 我是穿得特别休闲的 所以呢 就是像这种小西装外套 加一个 可能稍微有一点 私质的感觉的 这样一个小裙子 加一个legging 然后再搭一个皮鞋 这种感觉的话 就是说稍微 偏正是一点场合 但要在红毯上抓人眼球 服装造型光是得体还不够 必须要更加出跳 谈眼落筋 对此刘丽阳是早有准备 你可以看得到 就这边Canzo的一个花的裤子 然后还有上衣是 Stella McCartney的一个花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搭配 也不知道说怎么样了 但就觉得自己做造型师嘛 就小试一把 然后再搭配一个 Balenciaga的一个机车的手包 很多女性都喜欢露肩露背露腿啊 然后穿很高的高跟鞋 我觉得这个是因而异的 不是说我不想尝试 而是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身材特点 以及自己的个性 就是说整体的一个东西 就是 你还是先认识你有资本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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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没有 大家不了解 其实我是 很多造型自己也试过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选自己既舒服 又适合的东西 自称没有资本前出后撬的刘丽阳 决定把中型风坚持到底 花上的图案搭配蓝色长外套 帅气中带着一丝桀骜不驯的感觉 倒也在红台上 自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一次是刘丽阳首次参加上海时装周的活动 除了红台亮相之外 她还有一个身份 那便是very one的观秀嘉宾 追溯她与very one的缘分 还得从上个月的纽约时装周说起 第二次飞赴纽约赶场看秀 刘丽阳明显老练了很多 这次更是结识了许多时尚界的朋友 为她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那这一次的话最大收获就是跟Vera Wong的一个亲密接触吧 算是然后也是在那个Facial Smile那天 然后刚好我去的时候就是Vera Wong在店里面 然后很热情地跟我们互动 然后很意外就是她很喜欢我的整个的造型 因为其实那天我穿特别特别的casual 我穿了一个白T恤穿了一个牛仔裤 然后登了一个converse就去了 然后她说你穿的完全就是我平时穿的样子 然后很热情 然后还不停地在抓我的头发帮我做造型 然后一直在抓我的头发 然后弄得我很尴尬 自从签约了华裔兄弟 刘烈阳便拥有了三个好姐妹 秦淑培 西梦瑶 何岁 与国际超模撕混在一起 闯荡纽约时装周的日子 也变得丰富多彩了起来 基本上大家每次都会去同一家纽约的KTV去唱歌 然后吃饭也是避免不了 就是经常会去选一些比较特色的纽约的好吃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会 因为树培跟河岁还有西梁瑶都常住纽约 所以他们对那边的一些好吃的中餐也比较熟悉一些 所以经常会带我去吃 纽约中餐品里面算是环境比较好 然后做的味道比较好的一家菜 有了姐妹的帮衬 刘烈阳便能够轻而易举地融入当地的潮流文化 不得不承认六年的时间里 她的时尚品味和整体造型正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从2006年 刘烈阳因为选秀比赛出道以来 时尚之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 从青色的装扮到女人味造型的尝试 似乎一直在接受公司的安排 却并未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时尚定位 而大众对她着装风格的印象也是十分模糊不清 直到最近她开始频繁出现在时尚活动上 造型感和辨识度逐渐地增强 大家才慢慢地意识到 刘烈阳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有着自己专属风格的时尚人士 我太爱美国的这个街边小店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五块钱 太好看了吧 物超所知我要拿下它 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时间节点 刘烈阳突然就开窍了 多年来在时尚方面地摸索 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与合适的定位 比较舒服 干净 还有就是简洁的风格 我现在就这一两年会特别地喜欢 然后就现在回头看自己衣橱里面很多衣服 确实比较夸张 然后颜色很鲜艳 或者说搭配的感觉很出跳 但其实使用率并不高 就是说那些东西可能是很大牌的东西 但是你其实穿在身上不显质感 就是说我觉得不像有一些东西 其实价格并不那么高 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有质感的感觉 可能年纪大了喜好也会改变吧 每一套不堪回首的失败造型 都可能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垫脚石 关键在于你敢不敢坚持下去 要说到勇敢而且有毅力的典范 那就不得不提当年与刘立阳一重出道的尚文杰 虽然有时候未必被认可 但在刘立阳看来有些精神值得学习 我觉得他的每一步的印记 尤其是朝时尚这个方向去走的 这个一步一步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然后我也觉得他的 就像你说的 他很有这个勇气 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先锋的精神吧 我说实话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讲实话 就是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 你是什么样是最好的 就是说我希望立阳是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声音很少 但是也有 但是其实他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对的 如果你自己不够确定的话 其实别人是更加不确定的 所以要在时尚界立足 必定要有所坚持 时尚本就众口难调 人云亦云只会迷失自我 倒不如像刘立阳这般 管不住别人的嘴 那就先做自己喜欢的个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